日本朝商贩售的大陆品牌香飘飘果汁 杯身上都有绿色杯套印着中日文 有大陆游客发现上头写的不是宣传文案 饮料杯身出现怒呛日本处理核废水的文案 一开始还以为是有人恶搞 结果位于浙江的香飘飘总公司大方回应 是自家员工做得没错 还发出一纸公文称赞员工好样的 香飘飘日挺日本分公司员工 除了直接给十万人民币现金奖励 还在直播请观众喝十万杯饮料 还有网友自称看到香飘飘董事长 拿着欢迎勇士归来的红布条 在机场为员工接机 在接连的爱国行销刺激下 香飘飘直播间销售额大涨四百倍 六号股价涨停摆 各个直播间目前都被清空了库存 也有网友说这是利用爱国情怀做营销 爱国营销同时也拉了大陆各大手机品牌一把 日媒报道美中竞争下 造成iPhone在大陆越来越卖不动 调查数据显示 2024第一季 iPhone手机在大陆的市占率只有13.7% 排在OPPO 荣耀 华为 Vivo和小米之后 跌出第五 苹果日前召开财报说明会 虽然没有公开各地区iPhone销售额 但调查公司数据显示 第一季iPhone在录销售年减19% 华为则是年增70% TVBS新闻叶俊宏 李明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